今天这段片段我想教大家 如何在我的网站 可以进入写的免费学习游戏 我们在这些学习游戏的时候 可以一直温习学习 现在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我的网站 网址很简单 有3W在前面 后面就是misschue.com 然后这个是主页画面 可以先按去 免费学习游戏 即使要你订阅 其实你不订阅也可以玩到这些学习游戏 我们按下去 你会看到这个版面 会有很多不同的学习游戏 这里暂时我写了有15个 是适合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不同学习年级的小朋友 也可以视乎 你想小朋友温习哪个课题 让他试试玩 最好你们就和小朋友一起去操作 这样就帮助到他一边温习一边学习就最好了 我会首先讲一讲如何去运作 好像这个版面 里面有个play now的按键 play now的按键 我们按进去 按完进去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里就是close game 如果你玩完之后 你按close 那就会删除了 然后如果我再按play now 例如我按另外一个游戏 play now 我可以如何玩这个游戏 首先这一页就是我的YouTube和Facebook 你们也可以按进去我的YouTube和Facebook 你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和追踪我的Facebook 有更多我们的资讯 如果这个版面看到之后 我们可以先按这个交叉 按完这个交叉就可以进去游戏玩的了 那我由第一个游戏开始讲解 有什么操作的方式 第一个游戏 你就这样看到这一幅图 其实是玩什么呢 就是 这里是一条条题目 这里一条题目 有三条未知数的算式 然后我们就要计算了 究竟这只猪是代表多少数字 一只小鸡代表多少数字 又或者一只兔子代表多少数字 我们试一下按进去玩 我们先按这个交叉 然后你可以选用动物来代表数字 还是生果来代表数字 有时候如果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会先用生果 为什么呢? 我可以跟小朋友说 我说了 一个西瓜加一个奇异果 那就总共要12元 如果一个奇异果加一个羊肚 就总共要15元 而两个西瓜加起来 就总共要8元 那我们首先想一下 究竟哪一种的生果 我们会计算到是多少钱 最简单的 就由这里 最后这一句开始计算了 两个西瓜加起来 就要8元 那两个西瓜 它们的价钱会一样的 那如果两个价钱一样 加起来是8元的话 那就是说一个西瓜就是4元 那我们可以这样 放下来 然后想看看对不对 我们按一下西瓜 咦?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答案是对的 有个梯梯在这里 然后如果我们计算到西瓜是4元 那我们有没有方法计算到奇异果几钱? 有啊 4加什么会等于12? 那就是我们可以将12减4去 那就等于8 那我们将奇异果呢 这里 去到8这里 那又按下奇异果 那我又确实了呢 我的答案是对的 最后 如果我答错 我示范一下答错 例如 我就这样随便 试试1 对不对啊 不对啊 不对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啊? 我就试试 再回答一个正确的答案 即是这个是8 8加多少等于15? 不是8加7等于15 那现在就正确了 那你见到这里 已经有得帮我们对答案的 好 那这种题目 那我们就可以试试去做 其实这种题目 我有另外一个YouTube片段 会更深入如何计算的 那你们也可以去我的YouTube 找回相关的片段 第二题 这个第二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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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质游戏 即是有加减乘除的 但是是一些基本的游戏 那我们按进去看看 按进去之后 又是按了这个交叉 按了交叉之后 看看你想想小朋友游戏 是加法、减法、成法、除法 例如我们想游戏加法 加法的话 那我们就按这个 你看到有多少加多少等于多少 这样的数字在 但是未开始的 我们按了这个start 按了这个start之后 7加9等于多少 那留意 我故意就是一定是个位那里写先 我想小朋友习惯一下 因为我们如果写直式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进位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先写个位 然后才写那个小小的进位 所以例如这里 7加9等于16 所以我先写了这个 6在个位 然后10位是不是有东西 对啊 那有个1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16 然后答了之后 我们按Submit 那我们又看到 对了 你会看到这里有个分数的 代表我有1分了 然后我再按下一题 5加5等于多少 5加5等于10 所以我们的个位是0 然后10位呢 就是1 那我们又按Submit 对了 你看到那个分数呢 又加到1了 然后你会看到 其实不断这个数字都在增加的 其实是一个计时器来的 那这个计时器呢 就是帮我计时 究竟我们在限定时间之内 我们答到多少题 那我继续了 下一题 Next 2加3等于5 今次它没有10位了 那我们不用填任何东西了 那我们直接按Submit 完成了 继续 Next 然后3加2等于多少 又是5 然后Submit 再继续了 Next 1加6等于7 那就Submit 再继续 Next 3加1等于4 然后Submit Next 然后 4加7等于多少 4加7等于 有进位了 等于11 所以个位1我先写了 然后再写10位1 Submit 然后继续 Next 8加8等于多少 8加8等于16 所以我写了个位6 然后进为1 那就Submit 然后Next 然后2加4等于6 所以呢 Submit 你看到呢 这个就是我们拿到9分的时候 这个计时器就会停了 那就代表呢 我用了这么多秒 我就做到这9题 当然了 你们可以在限定的时间 看看做到多少题 这样做比较 也可以 所以这里有个计时器 这里也有个计分 好了 除了这个加数之外 其实它还会有 减 成 和除 你可以Close 之后 然后再进入 那你就会看到呢 有减 成 和除 那我们又可以试试其他 今次我们试试 除法 除法 开始 又是好像刚才那样 按Start这个按键 21除以7 7 7乘多少等于21 7 3 21 Submit 继续 16除以2 即是2乘多少等于16 2816 Submit 接着 Next 24除以8 8乘多少等于24 8 3 24 Submit 然后Next 28除以4 4乘多少等于28 47 28 Submit 然后Next 行了 看看 使用正成 Kick 所以是 Submit Next 接着 5乘1 és5 1 1 1乘1 48除以6等于多少 即是6乘多少等于48 6 8 48 如果答错了 记住 例如我写错了 写错了 如果你想回答这个个位 按一下 就可以回答这个个位 27除以9 9 3 27 这样去做 好 这是第二个游戏 第三个游戏 就是一个 迅数或倒数的加减法 按进去看看 用这个素线的原理 去学习加减 今次试试做减法 今次试试做减法 例如 我们又看到有 start和submit 我先按start 70减了2 你看到下面这条素线 70在这里 然后因为要减2 按到车车 车车向左手 这边走了两步 其实它是不是去到68 其实这个就是答案 70减2 就等于68 submit 我们又有1分 Next 今次是18减7 好了 今次留意 有些同学会觉得减7很难去数 对不对 而且我也不建议同学 从1到7 逐个逐个数 你可以当成 减10加3 减7 其实就是减10加3 所以 我们将18减10 那是8 8 然后再加3 那就是11 其实这个过程就像这样 看着车车 我按一下它 它就去到这里 然后要如何 你看一下 它只是做了减10这个步骤 那我再要按多次的车车 加3 那才是11 就是这么简单 好 继续 下一步 下一步 这是56-3 56-3 那是怎么做的 56-3 首先我们按车车 对了 那你就看到 这里就是53 就是向左边走3步 订阅 记住每一提 你要按了订阅 它才有分加的 好继续 Next 16-5 这次也是向左手面走5步 所以就变了11 如此类推 其实我们计加减法 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这个素线的方法是其中一个 好 那我继续下一个游戏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计加减法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这个就比较上多一重原理了 那我和大家讲解一下 例如我们现在要做加法 要做加法的时候 我又按start这个键 今次要做1加7 我们首先想一下 下面有哪一个方格里面的数 是很相似这条算式 看看吧 虽然有些同学 立即想到 我不用用下面来选 我立即想到 如果你立即想到 其实不需要用这个游戏 帮你温习 但如果有些同学 都是不太懂的 所以就可以利用一下 下面一些不同的数字组合 例如 它其实有些像1加9 1加9 但是它这个是7 而不是9 所以我这里 要把9减少两格 减少两格的时候 因为这里减少了 结果都会减少 所以减少两格 那就等于8 这样的意思 继续 下面一题 这次就是一个重复数 重复数 就是doubling doubling的意思 就是 6加6 其实有两个6加上 你看到有这些算式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2的倍数 1加1是2 2加2是4 其实就是212 224 236 248 25只有10 2612 2714 216 很多时候同学 如果记得这些doubling的数 没有的话 我们计算其他 算式都会快些 好像这一题 6加6 那就等于12 Submit 那就对了 再下一题 今次是doubling的数 doubling的数 2加2 那就等于4 Submit 再继续下一题 今次是1加3 1加3 我可以很多不同的算式 都跟它有些类似 我可以用这个2加2 这一边就减少1 这一边就增加1 那就变了1加3 所以答案也是4 我们按这些键的时候 其实就很明显可以 给到小朋友看到 我们左手面的数字 它的变化 会怎样影响右手面这个数字的变化 这个前面这个数字增加的时候 右手面这个最后的答案都会增加 而终间这个数字如果是增加的时候 亦都会令到右手面这个答案会增加 很明显这里就会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继续Submit 继续下一题 今次是6加8 6加8 有两个方法去想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当作6加6 然后这里 走多两步 走多两步 所以变成14 我们可以快速一点 可以计算 又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我当作7加7 7加7 其实就是 这个7 减少了1 这个7 增加了1 那是不是也会是14 所以这一题 我们两种的想法 都可以很快地计算 不用逐个逐个数字 然后到4加7 4加7 我们会用什么 哪一个方格可以帮到我们 其实我们有一些合十数 例如哪些是合十数 3加7等于10 这些就是合十数 3加7等于10 所以我们这里是4加7的时候 把3加1 那是不是会令到结果变成11 因为加多了1 本身是3加7等于10 现在把3加多1 那结果11 这个是11 所以Submit了 再继续 下一题 8加1 8加1 那你可以当成9加1 然后把8 这里 9 变成8 所以 继续 下一题 1加1 就最简单 那你可以看到 1加1等于2 这个是Doubling的数 就是重复数 继续 如果1加5 1加5 很多不同方法都可以的 其实如果已经明白了那个概念的话 其实这个游戏你不需要特意去做的了 因为如果你已经计算这些题目 计算得很快的话 记住 是每一题 例如 好像这个2加7 2加7 有些同学 都不太知道如何数7个 不如这样吧 我们索性当它是3加7 3加7 然后减少了1 这就等于9 那是不是想得快一点 好过你把2加7 然后顺数去数7个 这样去计算的 好 再继续 5加5也是Doubling 除了加法之外 我还想和你们一起试减法 减法也是有我刚才的原理 你看到我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14-8 14-8 我今次会当它是什么 我当它是10-8 本身它是等于2 对不对 本身它是等于2 我将这个数字 增大去 这里变了14 那是不是会令到 这个 本身是2 也变了6 因为加多了4个过去 加多了4个 因为这里 我们的比减数 增加了4 我们的结果都会增加了4 那 所以这一题 答案就是6 下一题 如果8-1 8-1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这些 8-4等于4 这些就是doubling的数 就是说它减了自己 再减自己 就是说 8减了一个数 这个数 再减同一个自己 就是说 它减完就等于 本身它减了那个数 那就是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4 调低 看不见到这个 这个 关系 今次这个 调低 会令到答案增加的 是不是 这个也是 我们想小朋友 要是学悉的一个原理 这个减数 它是越大的时候 得出来的结果会越小 如果这个减数 是越小的时候 得出来的结果会越大 所以我们这样去做 继续了 12-5 也可以当是10-5 然后这里加2个 所以这里 订阅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到有很多这些不同的练习 都是最基础的数学来的 当小朋友本身如果不是很懂 基本的数学加减的时候 你用这些方法去帮他练习 练习到七七八八的时候 就可以加减乘除 都用这个游戏去快速去做 所以次序就是 如果这个数线和这个Doubling的加减 这两个都是灵活运用到 又或者计算这些基本的数 都计算得快的时候 然后我就建议你们计算完之后 就可以开始这个四周运算了 就是加减乘除的一些基本数字组合 在这里做 另外这个其实就是 帮小朋友是利用诸心算的方法去做的 但是我会 之前我也有一段Youtube片段 讲过诸心算的方法 其实是有一些可能有时会复杂了 这个就是帮你们去提一提究竟 诸心算是用什么原理去计算 好了 我这里也讲解一下 开始的时候 9加9 9加9 我们要怎么计算呢 在诸心算的概念 其实它就是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 首先我们弄了9出来 弄了9 首先这个是代表5的 我把滑鼠移一移过来 就知道现在是代表什么数字了 接着 这四个 全部移上去 那现在就代表9 9加9 的意思 就是这个加9 其实是代表什么 它是代表 加多10再减1 其实它就会建议我们 对了 诸心算就会说 哦 加多10 然后减1 所以现在的答案是什么 那就是18 因为每一粒 这一粒是代表10 而这一粒是代表5 而这里几粒 每一粒是代表1 所以这里就是代表15 就是10加5再加3 所以是18 这个就是诸心算的原理 有时小朋友因为喜欢 其实为什么会觉得诸心算计得快点 或者容易点 其实因为他喜欢玩那个算盘 但是其实他的原理 我们知道了之后 其实就发觉有些数学 可能他会计得快点 但是有些可能反而更复杂了 我这里再会说多一点 我亦有YouTube上有一段片段 会说多一点 但我这个游戏就是用来给家长 都可以了解到 其实诸心算是如何运作的 好 继续下一个 如果是要7加6 7加6 那我们要先弄7 这里一个5 它掉下来 现在是5 接着有2个1 这个10位 现在才是7 现在是7 那加6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加6 我们要想一下 加6 我们可以是 加10 减5 再加1 因为加10 再减5 其实这里就是加5 然后加5 再加1 就是加6 又或者可以是 加5再加1 又或者是 加10再减4 加5再加1 加5再加1 上面还有没有5 没有了 不行了 不能再加5 所以中间这个不行 加10再减4 如果我加10 这里有没有4 让我加回 没有 这两个都不行 所以我们就要用最麻烦这个 最麻烦这个是什么 加10 然后再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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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1 其实是否整个步骤好像複雜了一点 当然 有些小朋友是喜欢用这种方法做的 因为可能他觉得用算盘玩是方便一点 但是 其实你想一下 如果要计算这一题的话 如果我们用刚才Doubling的方法 6加6是等于12 然后将其中一个6增加1 那就变成12增加1 那就变成13 那是不是更快 所以我会觉得 有好又不好 每种方法都有好又不好 所以视乎 小朋友他接受哪一样多些 又或者他计算哪一样 计算得有信心一点 所以我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游戏 是用来涵盖着不同的方法 给你们看的 运作就是这样去做 那我再做多一题 下一题 这个4加7 4加7也是 我首先要把它变成4 这里是4 我把这4粒上去 你看到现在是4 那我要加7 加7其实是什么意思 加7我可以是 加10-5加2 又或者是可以是 加5加2 又或者是加10-3 那你看一下 哪一样我们才做到 加10-3 我们就做到了 因为我可以多加10 然后加3粒 即是10 然后弄走这3 所以现在是变成什么呢 10再加1粒 所以是11 所以答案是11 好 这个就是一个小游戏 用来做一个 这个猪心算的基本的一个 原理的组合是怎么样 其实如果你最基本的 就是两个位 就是一位加1位 或者是2位的数 减1位 就是最基本的数字组合 最基本的数字组合做到的话 其实不需要再用猪心算 你可以直接写直式的时候 因为4加7等于11 你已经想到了 其实你便将10位 写在这里 细细写在这里 那你便再做10位 的时候 你便再逐个逐个进位进去 所以就不用很长的算盘 这样做一个游戏 我特意不做的 我特意只做2个位 就算了 因为我想给你们练习 这个最基本的加减原理 好 继续了 下一个游戏 下一个游戏是游戏 游戏成法的时候 我这个游戏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就是给了颜色 你做提示 适合小朋友如果开始接触乘数表 但是仍然是有少少乘数表 还未是很熟的 例如4乘3 哎呀 整天都可能会记错 哎呀 是不是18啊 是不是15啊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看这里 这个是红色 那我们放1在这里 这个是橙色 我们放2在这里 这样 那你就看到 哎呀 4,3,1,12 那就对了 好了 下一题 如果我放错了 明明这里是紫色 我放个蓝色 可以吗 不行 所以我想这个游戏 给小朋友 你已经开始接触了 乘数表 已经开始记住了部分 只是还有少少记不熟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游戏 再帮你记熟多些了 4,5,20 20 其实就正正是这个橙色 然后还有这个0 这样就20 OK 这个就是帮助我找乘数表 而且记住是要开始已经接触了乘数表 已经记住了一部分 才好开始玩这个游戏 再继续 下一题这个就变了是 一些两位加两位 或者两位减两位 而它是有净借位的 这个我会详细讲一下是怎么玩的 不如示范减数先 因为减数多些同学觉得难 我又按start这个按钮 开始了 其实这里是表达什么呢 63 其实有6包是10 然后有3粒是单独的糖 即是说有6包糖 而每一包里面是有10粒糖 然后这里就有3粒单独的糖 即是总共这里有63粒糖 63要减21 那我们就试一下去减 这里要塗了一粒 咦?塗了一粒只剩多少粒? 只剩2粒 所以这里答案个位是2 然后6 这里6包糖 减去2粒 减去2 即是剩下4包糖 所以这里就是4 又是了 订阅就会有加分 然后下一题 然后也是这个原理 这次是3-0 3-0 即是无需减 我不用塗任何糖糖 所以这里有3粒 仍然维持有3粒 然后如果这个10位 本身是有6包糖 然后我要塗了5包 那就剩下1包 所以这里剩下1包 就订阅了 好 再继续 今次就是有借位的情况 有借位的情况 你可以看一下 本身这里是剩下2粒 本身是剩下2粒 不如这样 借旁边的其中一包 拆开这包糖糖 那我怎样做这一件事呢 我就按这个键 这个就叫做借位键 我们按一按 看不见到 我本身这里有7包糖 现在立即剩下6包 然后有10粒糖 拆散了出来 而这10粒糖 刚刚好 就被我拿走了5粒 因为这里要-5 这里要-5 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我可以先关掉这个键 先关掉这个键 首先 我这里要-5 但我上面这2粒 我不够减 我给不到5粒 所以我刚才不能这样 拉上去去减 不行 所以我们就要按这个键 好了 按完这个键之后 你就会看到 10粒里面 有5粒 我删减了 那剩下多少 这里剩下5粒 再加上2粒 所以这里剩下7粒 这里剩下7粒 然后有6粒糖 再减去1粒 所以这里剩下5粒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我们 借位减法的原理 借位减法的原理 好 那我们又订阅了 又看到点击 对了 下一题 这次也是没有借位 没有借位 要么我跳过去 那我们可以跳过 直接按Next就可以了 对了 那我们直接想更多 有借位 好似这里 85-68 你看到这里是5粒 但我要减去8粒 是减不到的 减不到怎么办 我们又按这个借位 按一按 这里是不是一包糖 就过来变了10粒 10粒 减了这里 8粒 减完8粒 是否剩下2粒 你看看 这包糖 这样拆散了 这2粒 就配合上面的5粒 所以这里有7粒 然后这里本身只有7包糖 因为刚才借位了 所以这里只有7包糖 7包糖 减了6包 就剩下1包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这个就是减法 两位数 减法有借位 或者没有借位 这样的运作 如果我们想试 加法 其实都会是类似的原理 好像这里就是这样 今次是9加8 9加8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10粒 超过了10粒 那我们唯有 就要Carry 就是这个要进位 即是将其中10粒 我们就要变成1包 我试试按这个按钮 这里 你看看 我将10粒 首先 我上面这里9粒 是不是差1粒 就会变成10 那我在下面只拿1粒 只拿1粒上来 这里是不是变成1包 好了 现在剩下多少 这里剩下7粒 这里剩下7粒 但是10粒 就变成7 加1 再加1 所以就等于 9 所以答案是97 答对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想帮小朋友 更加清晰 知道进位和借位 究竟他们的原理是什么 下一个 这个游戏就是关于时间 时间的 其实你看到 我就特意有 这个是 就这样数字的钟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钟面 钟面的钟 其实就是同样 它表达同样的时间 你可以用来对照 可能同学就很奇怪 咦 下面这个是什么钟 为什么这么奇怪 向直的 其实很明显 可以给大家看到 其实他们在做什么 由一开始的时候 12点的时候 我们看看 12点的时候 车车到12 人仔到12 例如这样 这个是12点 然后刚刚12点 这里就在 刚刚好 这里是12 这里开始 我当它是 这条路的最开始 我们开始慢慢走 车车 车车 其实代表分钟 1分钟 2分钟 3分钟 4分钟 5分钟 每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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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你会发觉 车车要走到最远 最远 最远 但是你见不见 人仔走得很少 其实就是我们的 时钟的原理 我们的分针 走了整个圈 人仔 才走了多远 才由12 走到1 是不是 然后车车 再走多次 你看到 他走完整条路 就代表他走了整个圈 人仔才走到哪里 人仔才由1 走到2 这个也是很好 让小朋友理解到 分针和时针 他们的原理 当然 这个游戏 如果就这样 让他们玩 他们未必懂得怎么去玩 可能 家长可以 试试 在这里 弄一些时间 例如 问小朋友 咦? 这个是什么时间 这个是三时剩 三时剩 你可以遮住了 这个数字时间 要他说出来 是应该怎么写 又或者 你可以试试 例如 可能 这里 好像这样 这个 又是了 遮住了手边这个数字时间 要他说出来 这个时间 又或者 你用这个游戏 也可以帮小朋友 温习到时间相差 例如 三时三十五分 如果 我 由这个时间开始 去到五时正 究竟过了多少小时 多少分钟 我们一起去看 如果去到五时正 这个三时三十五分 如果 我过了一小时 我怎么可以做到 过多一小时 我就走这个分针 走这个分针 走了一个圈 去回这里 是否刚刚过了一小时 由03.35到04.35 这个是刚刚每一小时 然后再走多少分钟 就会 去到五时正 那就走多 这里刚刚好是 25分钟 所以是一小时 25分钟 就去到五时正 这个也可以帮助 高些年级的同学 可能是 二三年级的同学 去学习这个时间的相差 好 暂时这个先说到这么多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是可以用来帮小朋友去温习的 加上可以陪伴小朋友一起去玩 继续下一个游戏 今次这个 其实混合了两样东西 我想给小朋友温习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表达这个十位和个位 十位和个位 好像这个是tense place 其实就是十位 十位它这里有多少个数字 有多少粒这些算珠 有五粒 所以这里我们就做了五 接着这里就是个位 unit place 就是个位 有多少粒算珠 有四粒 所以我们这里做了四 所以这个是54 好了 54很简单 这个就这样看算珠 算珠 那我们订阅了 但是还没完 还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想回 54这个数字 是由哪两个数字相乘的 我们只可以用的数字 是1至10 和另外1至10 即是你不能 2乘27不行 因为这里没有27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乘数表里面 去想回 究竟哪两个数字 成员等于54 这个其实是选择 考小朋友 去找回54的因素 这些就是54的因素 去到高年级就开始都学的了 即是三四年级开始 都会教这个因素的了 所以这里也是用游戏的方式 帮助小朋友快点去学 例如9乘6 是不是有54 这里我会看到 其实有提示的 那我再做多题 例如这个tenth place是2 然后这个unit place呢 是多少 是7 好 那我又按submit 这个非常简单 接着我们又想了 咦 什么乘什么对于27 如果小朋友真的 未是很熟乘数表 不要紧 这里有得偷看的 见不见到这里 这些数字其实有得偷看 例如这里有个27 那这里其实是什么乘什么 我们找回 就是这个3 再乘9 那就27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看到我们又有计分 好 这个说到这么多了 继续下一个 这个游戏就是 真是比较小的小朋友 正是 正在学习中 这个数字 英文数字的阶段 甚至是数字的阶段 1 2 3 4 5 6 7 8 9 就由左手面顺数过来 这样去排列 第一只蛋 第二只蛋 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 第六只 第七只 第八只 第九只 1 2 3 4 5 6 7 8 9 又或者这些小朋友 比较小的小朋友 他们还在学习数字 又或者是在学习英文的数字 1 就是这个 放下来 7 就放下来 就放入蛋蛋 如果有些不太懂英文 我们又有提示 可以拿起这个小兔 放下来 你见不见到 放下来 这里就是5 它圈住了 圈住了这个5 所以你看到这个5 就是Five 我们就放下来 甚至你可以看到 我的蛋蛋 特意把合十数是一样的花纹 1和9 是同样的花纹 2和8 是同样的花纹 3和7 是同样的花纹 4和6 是同样的花纹 这些都是合十数 即是说 加上是等于10 这些合十数 我们就可以 这样更加容易 放下来 也是 给小小的小朋友去玩 这个游戏 你可以按 再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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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到我把这些字母 这些数字 就会再放在一个随机位置 即是不同位置 好 完成了之后 继续 今次这个就是 给高年级的同学 就是中学的同学 又或者 如果你不是中学 你是小学 但是你想预习中学的课题 也可以的 我觉得数学是不需要 去 有限制 你那个 学习的年龄 不用的 因为我们数学 其实你 就算低年级 但是如果你理解了 我们一理通 八里明 如果你明白了之后 你学一些高 一些高 年级的课题 也不要紧 我们试一试 这次其实也是用 素线的方式 用素线的想法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5 对不对 首先 我们要怎么做 按一按这个5 跟我们之前玩的 素线的做法 有点不同 我今次是按这个数 按这个5 按这个5 就是证明 我的车是由5开始 然后加2的意思 其实就是 计算方向 是向右边走 按下去 加2 你就看到它向右边走 大美元 我还要加3 所以再按多个加3 那就变了10 就是说 5加2加3 就等于10 就是这么简单 再继续 今次开始了 这个呢 今次它是由 咦? 这么奇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负6 就是我们高年级中学 会开始教的正负数 负数的意思 就是小过0 所以我们这个负6 按下去 就是说它由负6开始 负6开始 如果它要加1 就向右边走 那就加多1 但是如果要减3 就向左边走 这个就减3 这样去做 所以你看到负6加1 首先如果负6加1 它会先走去负5 但是它再要减3 那就变了负8 其实原理就好像 本身已经差6元 就算妈妈多给1元 我总共损5元 对不对? 如果我还损5元之余 我再损人钱的话 那我就再损3元 那就损了8元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正负好的原理了 继续下一题 今次又是9 9开始了 接着 然后呢 我们就 减2 按一下 那就向左手面走 因为减2就向左手面 那就变了7 然后再加3 就向右手面走 所以结果就是10 好 完成这个 下一个也是中学的课题 今次这个中学课题 有点不同 今次我想给一些同学 你可以用来 帮自己验算功课 那怎么可以验算功课呢? 就像现在我这一题 我做一次给你看 这一题其实就是 3y-2 是等于6加1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试一试 整个原理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设计 如何设计 首先 因为要3y 3y 那我就 放这个3y 在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3y放在这里 但是接着我要做减2 在后面这里 那我就把它变了减 但是呢 我今次是没有y 因为就这样减2 减2 那我就放在这里 好了 这个就是3y-2 3y-2 然后 再会变成 6加y 那就是说 这个 我要把它变成6 放在这里 然后 要变成y y呢 就是 这样 将这一点 放在这里 就是按一下 那我就变回一个y就够了 一个y 6加y 那就是一个y 好了 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的 如果功课的 那条问题 如果我们功课的问题 那我们就按 setquestion 好了 set完question之后 那我们怎么做呢 set完question 我们呢 就试一下了 将这个 这里 有的数 我们拔过来 对了 我们拔下来了 按照刚才我们有的这些数字 先放下来 那其实就好像我们做题目这样 我们要将 上一步有的数字抄下来 但是之后我们会怎么解方程的 好了 这里我就做一个示范 说一次这些中学的题目 如何去解方程 我们呢 最后是想只剩一个y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将这个减2 和这个加6 我要同时弄走它 我可以怎么弄走呢 留意了 我们想想一下 如果我想弄走这个减2 和这个加6 我要弄走它的话 那不如这样 我索性呢 将这里整个 将它加6 这个部分 变成减6 那即是怎么样 我可以按一按这里 按一按这里 然后将这个-6 放下来 你看到本身它 我按一按之后 它变成了加6 然后我再按这个按键 就立即变成减6 加6 变成减6 放在这里 同时记住 左手面也要有这个-6 好了 那现在会变成什么呢 这里 3y-2 再-6 然后 加6 加1y-6 好 首先我们 看到这里有黄色一些圈圈 我按一按黄色圈圈 按一按黄色圈圈 看到这里有个 好像一个劍这样的按键 这个我其实就想造成是一个 他们一个作战的一个情况 一个加6 和一个减6 作战 其实它们会怎么样 它们可以cancel out 什么叫cancel out 互相抵消 大家没有了 看到吗 对不对 这样大家没有了 接着呢 我再怎样简化这一题 我再简化这一题 就是 就是 将这个 减2 和 减6 看不见到 一个减2 一个减6 我们都有这个 那这次呢 就不是cancel out 因为它不是一个是 加那个数值 一个是减那个数值 不是嘛 它两个都是减 一个数 减完2 再减6 其实总共是减多少 总共是减8 所以我们其实就会变成simplify 那就是说呢 这里就会是3y-8 是等于一个y 那下一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些东西要做呢 因为我们还有个3y在这里 又有个1y在这里 那我们怎么做下一步去呢 那就是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加3y 变成减3y 放在这里 同一时间 我们摆完在左手面的东西 都要摆在右手面的嘛 对不对 好了 用回刚才的原理了 按这两个圈圈 那是不是又有这个cancel out 这个情况 因为一个是加3y 一个是减3y 跟着我们按cancel out 这样 是不是没有了 跟着这里呢 我们又有了 可以simplify了 按一按 那是不是可以变成simplify 这样就变成减2y了 好了 去到最后这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 同学仔可以自己计 -8是等于-2y 那答案是多少 那你可以计上去 那答案会等于多少 那我这里有一支笔仔 有个answer 那你就可以看到答案y等于正4 那整个步骤呢 你看到就是我们中学学的解方程的一个步骤 那如果你有认识到这个课题的话 应该明白我刚才整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是在做什么的 那如果真的不明白我刚才说的东西 也不重要 那你可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首先学习这个课题先 学习完之后 再去用这个游戏去试一下去逐步逐步做 那更加会令你更加清楚这个解方程怎么做 那留意吧 我这里不可以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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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即是这两个课题里面 一块是有Y一块是没Y 这里也是一块是有Y一块是没Y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我特意想这个未知数是一个整数 那会更加好 那你记住如果你想用这个游戏去帮助自己理解这些题目的话 那你就用这些我刚才说的那些有限制的题目 那你就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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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你就会更加理解究竟这些解方程怎么做 好完成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游戏 这次这个很明显就是关于一些中文的应用题 是的中文的应用题 我是特意用中文来写的 因为很多同学就会尤其是去到一二年级的时候 这些中文文字题是会有点乱的 我首先示范一次 有西瓜是27个 比起橙是少26个 你会否发现 这里其实它少了个字 这种题目就是很多很多一二年级的同学 就是会理解错的 他看到比橙少26个 他是会以为橙是少26个 记住不是 他是说西瓜比起橙少26个 他只是隐藏了这个字 他没有了这个字 其实他说什么是比橙少26个 他说的是西瓜比橙少 所以很多同学如果这样去混乱的话 就会做错了 我这些题目我就有点提示 用来帮助小朋友去学习 例如 第一个提示是西瓜是少的 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西瓜比橙少 这个是第一个提示 记住要分清楚哪个是多 哪个是少 第二个提示 就是西瓜少些 所以它的线短短 橙是多些 所以它的线短多些 有些同学可能问 咦?这两条线短 是不是真的合乎比例 它是多少 我就放下去 不是的 我特意不是的 因为我想让同学知道 其实我们这条线短 只是用来 让我们看到哪个多些 哪个少些 让你看到他们之间的相差 大概是我们怎么表达 这样帮你去理解到 这一题应该用加数 还是减数去计算 好 接着 第三个提示 就是 即是说橙那一代是多些 然后西瓜那一代是少些 好了 我们想想 橙那一代是多些 西瓜那一代是少些 而我们有实数的 就是西瓜这一代27 记不记得 我们有实数的 我们知道的 就是27这个数字 所以你想想 橙这个数字 我们应该如何计算 应该用加数还是减数 因为它比起这个27个 再多些 所以我们今次的答案就是 27加26 留意了 有些同学 经常都以为 有个小字就一定用减 不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给大家看到 为什么不是一看到 小字就一定用减 其实我们要理解到 究竟是哪一种多些 哪一种少些 我们才可以分辨出 哪一个是用加 哪一个是用减 好 我们做多一题练习了 今次就会是 雪梨和奇异果 今次首先 它说有 雪梨18个 然后奇异果比雪梨多 首先又是问自己一个问题 究竟哪个多些 哪个少些 奇异果比雪梨多 即是说奇异果是多些 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即是说 哪一条线段长些 哪一条线段短些 奇异果的线段长些 雪梨的线段短些 对不对 第三个提示 就是 我们雪梨和奇异果 究竟 我们因为知道奇异果那代是多些 但是我们有数字那个是哪个 有数字 所以奇异果应该是有多少个 我们应该怎么计算 就是用 加法 这个就是很好用来 帮助小朋友去理解这些文字题 我也建议 如果家长看到小朋友对这些题目有些不明白的话 记得 试一试 你和他一起操作这个游戏 续题续题 可以善用这些提示 帮助小朋友去计 这些按钮 你可以按计计 如果不需要按计计 那么多提示 不要紧 你直接出答案也可以 如果小朋友已经知道答案 你就问他多少加多少 或者多少减多少之后 直接对答案也可以 这些都是我想小朋友 可以轻松一点 去温习的一些游戏 继续下一题 这次就是方向 这次我只做了四个方向 就是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 这四个方向 你看到我一按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个 箭嘴座标 我们知道箭嘴是指着哪一个方向的 我们平时的工作功课连习都是 箭嘴是指着北方的 但是留意问题 他问我们 这一间店铺 好吧 他是在另外一间店铺的什么方 我特意不写文字 你认回图案就可以了 即是说 这个 是在 这个 的什么方向 好了 有很多同学 都觉得很混乱 很多同学很混乱 就是有什么混乱 第一个混乱就是 这个箭嘴是北方的话 那东南西在哪 首先 有一个提示 你可以按住它 这里指向北 那这边是东 这边是南 这边是西 那可以 考考同学 你可以考考小朋友 家长和小孩子一起去运作的时候 你可以考考小朋友 如果这边是指向北 那究竟东南西在哪 要他指回给你看 那比如他就会说 这边是东 这边是南 这边是西 对不对 踢一下去就知道 东南西 现在只適合第一步 第二步要懂的是 它在哪个方向 这间店是在哪个方向 我们来看看 简单来说 这间市场 哪个方向就是这间 看不见到 我特意隐藏着的字 即是这间店的这个方向 我可以拉过去 就可以避免到它 其实是什么方向 即是我们当这个座标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拉过去 其实这个是不是南方 刚才我们说了上面这个真的是南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答案 即是南方 你想对答案 按住它 就会看到个男子 OK 好了 下一题 你会看到我会有不同的句式 我会有三种不同的句式 因为我们方向里面 都是有三种不同的句式去表达 每次都会随机去选一个句式出来 考考小朋友 所以家长和小朋友可以一起去做练习 这些题目 牛牛的什么方向是咖啡厅 即是牛牛的什么方向是咖啡厅 首先也是 我们做了第一个步骤 如果指着这边是北方 即是东南西在哪 记住是顺时针方向的东南西 即是东南西北 我们试一试 看到吗 然后我们再看 牛牛的什么方向 就是这个咖啡厅 那我就拉上去 它 其实这里就是东方 所以答案就是东方 这个多些练习的话 我想一定会进步很多 因为我这里的问题 是有三种不同款式的那种出题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组合的练习 你真的每一题都需要自己思考过 才可以做到 所以建议家长 如果发觉小朋友对这个课题有点不明白的话 真的要和小朋友一起一起去运作这些题目 一起去运作这个游戏 好 最后 这个其实是 比较上是一个 一个逻辑思维的游戏 不是一些学术上的学习游戏 其实这个就是 很类似市面上一种 的Bot Game 我示范一下怎么玩 好 我按一下 这里开始 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可以先放这四个点在这里 好了 放完之后有什么用 我任意放的 任意放之后 我就按Submit 现在他跟我说 我有零辆车 是放适的位置 我当这些车仔我要泊车 我四辆车都排错位 四辆车都排错位 好了 我就按下一步 我又开始了 我又开始了 我才可以开始拍车 因为我四辆都排错位 不如这样 我全部都调乱位置 全部都调乱位置去 我再试一下 看看 有没有对 咦 刚好呢 下一次我就全部对了 好 我们试多一次 试多一次 好 这次又是 开始先 我又任意排了这四辆颜色的车车 先 那辆车车 我这次一下已经适合了 好厉害 好 再来多一次 好 这次又是继续了 我又任意放了 好 Submit Submit了之后 你看到 他说我有一辆车车適 其余三辆车错 好了 我就尝试一下 我要调乱一些位置 不如这样 我试一下 白色和蓝色 保持住这个位置 橙色和红色 调转位置 你看到我呢 因为他说有一个对 那我就试一下 会不会这两个 调转位置 那我试一下 试一下 试 调完之后更加差 就是所有都错 好 即是说 本身 我们可以这样去逻辑推理 本身对的那一辆车 会不会在白色和蓝色那里 不会 因为我这里仍然都是白色和蓝色 这样排 但他说我没有对 但前面反而他说我有对 即是说 一定是 这一辆的橙色或者红色是对 那我呢 现在第三次去试试的时候 我就把白色和蓝色调转 然后我试一下 试一下 橙色 在这里 这样调转 看看是不是 有没有更多的适合 咦 今次呢 是有两个适合 两个适合 即是说 应该是 橙色和红色有一格适合 蓝色和白色有一格适合 好了 那我今次会如何试试呢 我今次蓝色在这里 然后 橙色都在这里 我试试这样 然后红色和白色调转 这个是没试过的 没试过这样的 那我就试试一下 会不会是 今次就是这样 就对呢 因为我们这个红色没试过放在这里 这个白色都没试过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刚才推算到 这两架之中 应该其中一架放得对 那我就猜会不会是橙色 这两架之中应该都是一架放得对 那我试试会不会是这个颜色 那我们就订阅 哎呀 都是呢 只有一个对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推理呢 那慢慢呢 这些题目呢 其实就是一些推理的题目 帮助小朋友 试试去做一些逻辑推理 好了 那我继续做下去 继续呢 因为如果蓝色和橙色是这样的话呢 那不如这样吧 我当是白色和红色是放得对 刚才我就当是蓝色和橙色放得对 我今次不如这样 我当是白色和红色放得对 我试试这样 然后橙色放在这里 蓝色放在这里 那又看看效果如何 哎呀 都是只有一个对 那怎样呢 那我们就想一想 咦 那究竟哪一个是对的那个呢 那我们最接近是对的那个 其实就是中间这一行 对不对 最接近对的这个 是中间这一行 那我们不如这样想 咦 会不会是 我们先跟它吧 蓝色和白色 这里 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下面这两个调转 橙色在下面 红色在上面 这样又会不会好些呢 都是争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开到最后 我做完它 开到最后 它会有开股的结果 来吧 点算一下 很错 欸 那个 所以 找是 跟界 最后你就会看到,如果错了,全部这里按一角都不适合的话 它会告诉我们Fail,但这里也会有结果让我们看到 红,白,橙,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用这个结果去看哪些地方错了 例如,好像这一行,二和二,这里是两个对,两个错 我们就看到,哪两个是对的?原来就是白色和橙色是对的 这两个是对的,原来正是蓝色和红色是错的 然后,为什么这里四个都错的? 你看一下,这里就是正确答案,我们就会看到哪些是这样错的 所以你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不用心急 可以每一个步骤都想清楚,这里会不会是这个对的 你不用像我刚才那样,快快手手就这样摆下去就算了 你可以每个都想清楚,为什么这里是一个对的? 如果是这个对,我们假设是这个对的 其他可能这些就不对了,我们可以怎样改动 这样去做,OK? 尤其是给你们一个提示 如果是有些全部都错的 你就可以引以为监 什么叫引以为监呢? 全部都是错的 你记住之后,你就不用尝试白色再放在第一格 蓝色放在第二格,红色放在第三格,橙色放在第四格 不用了,因为你知道全部都错嘛,对不对? 比如这样,我和你们一起看一下 比如,蓝色原来放在第二格,一定错的 那我们之后就不用再试,蓝色放在第二格 然后,红色放在第三格,一定错的 那我们又不用试,对不对? 那你会看到,白色原来放在第一格又一定错 放在第四格又一定错 那就是说,它最有机会的是放在第二格或第三格 然后,如果我们放在蓝色,蓝色放在第二格又一定错 那就是最有机会的,它只是有机会是放在其余的三格 然后,这里,橙色也是 橙色,如果它放在第一格又错,第一格又错,第四格又错 那就是它又是有机会放在第二和第三格 所以,我们玩这个逻辑推理游戏的时候 这个逻辑推理游戏的时候 就可以去做多些这些观察 以及去做一个逻辑推理 好,这里,十五个游戏 都是我之前特意弄来给小朋友 用来轻松地学习 那就最适合现在暑假去玩的了 希望这些游戏真的帮助到同学仔 轻松去温习,学习 记住,我都想家长真的要陪伴小朋友 一起去玩,一起去操作 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玩这些游戏的时候 可以很多概念 都可以再灌输多些给小朋友 例如,好像前面这里 这些,其实是一些未知算式 但其实小学,初小,甚至乎幼稚园的同学 都可以试玩的了 接着,这些计算加减乘除 其实,如果你这个基础做得好的话 其实,之后,无论多少位的数 都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这些基础的加减乘除 的运算,多些练习 希望在暑假这个时间 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更多温习 去到真正开学的时候 就更加觉得 要计算的数据更容易 甚至乎,去到中学的一些课题 我都建议同学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接触一下 当然,都是跟家长一起去 试一下接触一下 家长都试试 讲多些不同的 一些高年级的概念 给小朋友 让他们觉得 原来数学真的很有趣 很好玩 希望这15个游戏 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这么多了 拜拜